第157回 天王連續下了幾道召紙,再次要李秀成帶大軍回支援天經。 在1863年12月1日,蘇州下了一場多年罕見的大雪。 寒山寺屋頂那些雪即有成尺口,離遠看過好像一個大饅頭一樣。 寒山寺和江福寺的鐘聲搖相呼應,顯得淋瀉淒涼。 李秀成帶著萬多親兵撤離蘇州,排刀手跟著他後面, 馬背上陀著從中皇府大殿射下來那塊萬古中夷的巨扁。 看得出,李秀成是不想再回蘇州了,或者說他認為再也不可能回蘇州。 留守的譚少江趕來送行,指他和李秀成站在一塊有成像高的青石碑上高。 這塊石碑是他們攻克蘇州那年,由蘇州百姓捐錢做的。 這塊碑的正面就刻著民不能亡,四個偽碑體大字。 背面還有十六個字,每組四個字。 免除錢量,為德汪洋,永享其利,民不能亡。 看,面對這塊德正碑,李秀成是心有所感。 民不能亡,他又怎會亡呢? 一場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風暴,難道就這樣過去了? 這塊石碑可不可以作為歷史遺跡地留下來呢? 他對譚少江說:「我本來不想你留下來的,我明知道你實守不住這裡,真是難為你了。」 譚少江說:「蘇州再失守賣,天經就牙煙了。 李鴻將會長驅直入,與曾國凡合兵一路攻天經。 我預了,就算手到一人一擠,都要守下去,與城共存亡。」 李秀成一下抱著他,兩個人失聲痛哭,站在旁邊的石碑洋爭憲也哭了一份。 後來李秀成就告訴譚少江,他在馬唐橋那裡留下一支隊伍,是為譚少江做最後的接應。 到時蘇州真的守不住了,就及早撤出:「我在天經城下等著你。」 說完,李秀成就含淚揮手告別,譚少江和曾慶一直送到大軍消失在地平線的雪野盡頭,才上馬回去蘇州。 回到中王府,他就馬上招集汪安軍、告永寬、五桂將、周文皆地來開會。 到那些人陸續離齊之後,譚少江就坐在李秀成坐過的椅子上, 背後熱血千秋那塊金扁還掛在頭上。 他就說:「現在我們淡紙很重,安慶一失守,天經就危危苦了。 如果這裡蘇州再度失陷,天國得救的希望就很渺茫。」 汪安軍就說:「蘇州戰時失利,實在是因為洋人的洋槍洋炮太厲害了, 一炸就炸死我們一大堆人,人肉又怎能撐得住炮彈呢?」 告永寬也跟著口水尾說:「哎,洋人那些洋槍洋炮我見過了, 全部都是後堂炮來的,打一炮就退彈殼出來,射得很遠的。 那些洋槍洋槍有來覆線的,是新式槍, 我們那些容得過氣的槍槍炮炮,甚至乎用大刀長矛,我們一定輸了。」 譚少江就說:「你們說這些話只會動搖軍心,不要自面威風。」 我想勸武王幾句,適時武者為俊傑,再這樣撐下去也挽救不了大局了, 不如早點想辦法好過。 怎麼了?你們想半邊投敵? 譚少江十聲站起來,三聲問出腰刀,但汪安君、 告永寬的幾支手春已經對著他。譚少江就問:「想怎樣?你們真的想反叛?」 告永寬就說:「不怕告訴你,七日之前,我們八個人立心投誠, 在城北陽情湖見過李鴻張李大帥,他答應休待我們, 我們實在不想殺你,武王,不如跟我們一齊獻成投王吧, 我們一樣有榮華富貴響。」 譚少江說:「每天都說中皇心底太好,明明看出你們有反意, 還對你們妄開一面。如果我早知道是這樣, 我會一個個殺了你們,絕無今日之患。」 譚少江說:「哎呀,你死到臨頭那麼咀嚼,是嗎?說,是跟我們走, 還是為紅壽傳殉戰?」 譚少江說:「我譚少江生是天國人,死是天國鬼, 怎麼會和你們這幫鼠輩為伍,沾我一世清白呢? 哎呀,驚到顧永寬的那八個東西,你望我我望你, 一時不知道怎麼辦? 譚少江還想做最後努力的,他說:「我想勸一下你們, 太平天國哪個對你們不住啊? 王就封給你們了,還不深足? 你們在太平天國是堂堂正正一個人, 只要投降了清妖,只是一群搖頭擺胃的狗而已。」 好,那就對不起了,武王, 巴! 告永寬第一個開槍, 接著汪安君周文階的幾個同事向譚少江, 啪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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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開了幾槍, 只見譚少江手上的挖刀飛了上屋頂, 他的血啊, 截到背後那塊熱血千秋的甘扁道, 到處都是, 聽到槍聲, 鄭憲在後面衝出來, 一見譚少江躲在血縫中, 他知道發生什麼事了, 大聲叫:「你們這群禽獸啊?」 跟手就向告永寬幾個人開槍, 但告永寬幾個在護衛的束蕩下走了, 果然很快去, 蘇州城門大開, 告永寬在城樓上高, 對著城下等候投降的李鴻章大軍說, 李大帥! 我們殺死了譚少江了, 這個就是他的頭, 然後將個裝在木盒裡的人頭扔出去城外邊, 有個清軍拆馬上前, 撿到人頭看看, 再轉手送給李鴻章, 大帥!是譚少江啊!我見過他! 李鴻章就說, 一半兵力入城, 以防有變, 要告永寬他們八個在城門口迎接, 他部署好兵力才帶兵入城, 他花費了幾個月未曾攻克的蘇州城, 靠八個叛徒獻城, 兵不血人地得倒了, 當他騎著馬在暴將蓄勇下, 姚武揚威地入城, 一路去到中皇府, 他馬上高看這座富麗堂皇的建築物, 在心裡想, 長毛又怎會不輸啊? 都未到太平一統的時候, 便琴琴琴起那麽闊著的皇府, 要花費多少銀兩, 誰又說不招來天路人怨呢? 他騎著馬在皇府裡轉了圈, 回來大殿前, 頭惡惡地問了, 譚少江是不是就在這間大殿被刺殺的? 一直跟在馬後邊的高永寬就說了, 喂大人, 我們一人一槍, 當堂打死他呢? 嗯, 李鴻章的表情沒有特別高興或讚賞, 下馬就走入大殿, 一擔高頭, 又見到被譚少江那些血擠到花斑斑的扁額, 熱血千秋? 快扁額的血是不是譚少江的? 高永寬就說了, 回大人, 是, 等待小人叫人隨法扁額下來, 那些字是李秀成寫的, 免得看壞大碎雙眼。 那又不必, 李鴻章就轉了一圈, 坐在李秀成、譚少江坐過的那張椅上, 好像試試實不實正那樣, 用力拍下扶手。 好, 你們都坐下, 他做的手勢, 他的軍師、暴將全部坐在兩邊, 李鴻章、 汪安軍、 和高永寬的幾個行長不敢坐, 你們都坐吧, 那家王府本來是你們的, 今早你們不是坐在那裡開個會嗎? 高永寬八個就受寵若驚, 多謝大碎, 裸裸亂就坐下了。 李鴻章就問, 譚少江的封號, 是否武王? 稟大人, 是武王。 那你們呢? 小人魏豐為立王, 接立的立, 汪安軍為康王, 健康的康。 五貴仗是比王, 比上不足, 比下有餘的比。 呵呵呵呵呵, 何一個比上不足, 比下有餘, 你們的魏天王總共封了幾個王呢? 兩千幾個。 那這些王太不值錢了, 中王又是王, 你們又是王, 他為何可以節制你們呢? 回大碎, 現在的王太多, 就分了幾等。 比如幹王, 就是一等王, 加軍師涵為特爵王。 李秀成和士王李世賢, 父王楊、 父青都是二等王, 又是特爵諸王。 我們這些人嘛, 是三等王, 是吳家軍師涵的烈爵王, 只是統帥一部分將士。 啊? 原來是這樣啊, 那譚紹江就被你們高一等了。 大家一樣, 又是烈爵王。 既然一樣, 為何他會指揮你們呢? 那都是因為李秀成零射看得起他, 李秀成撤出蘇州的時候, 就被他全權指揮了。 啊, 那我明白了, 那就是說, 譚紹江是受二等王之命來折制你們這些三等王。 那就理所當然是你們的上司了, 對不對? 告永歡幾個就不知道李鴻章是什麼意思, 沒有人敢答口啊。 李鴻章又問了, 譚紹江的人怎麼樣啊? 旺安君就說了, 他今年二十六歲, 十三歲就參加太平軍, 是童子君出身, 和陳玉成李世賢是在一起的。 啊, 怪不知他這麼堅決, 聽說, 他老婆是個很漂亮的女狀元, 是嗎? 告永歡就忘符所以說, 是啊, 大歲, 他真的傾國傾城啊。 大歲如果見到他, 哎呀, 爆補。 說到這裏, 告永歡就覺得不妥, 立刻收著嘴, 李鴻章又欣欣笑, 望安君就補充說了, 大歲啊, 那個女狀元叫做傅善長, 很有學問的, 樣子又飆青的, 以前是東王楊秀清的寵愛之人, 現在在天王府做蔣潮義, 大權在握的。 昨天他還在蘇州呢, 哎呀, 如果他遲走一日, 大歲就會看見他了。 哼, 我見過做什麼? 望安君被得到一面屁, 即時不敢出聲。 李鴻章的禮轉頭, 問自己的大將情學啟, 譚, 譚紹江的人頭還在嗎? 是, 我見人掛了上南門城樓, 視眾的了。 拿下來, 逢在屍身上, 買副靚的棺材聖臉, 一句說了, 要口裝, 李鴻章這麼說, 個個惡人, 特別那八個行將, 都不知道李鴻章是什麼意思的, 即時個個嗡嗡亂, 或多或少, 意思都有點不妥了。 果然聽見李鴻章就說了, 你們八個行將自以為得計, 為了活命殺死自己的上司, 會主求榮, 這樣的人我最看不起, 你們今天向我投降, 那是因為我有實力打敗你們, 如果哪一天我失了一輩子, 你們就像譚少江那樣對我下手了。 哎呀, 那八個騎人掛一聽, 嚇到眼睛都瘋了, 黃岸君是第一個跪低的, 其他七個驚驚公公跪在他身後邊, 黃岸君就說了, 大帥呀大帥, 我們一片真心氣暗透明, 絕無反覆。 顧永寬也說了, 一片真心, 有天為正的。 八個傢伙, 拱拱聲扣頭, 扣到頭都瘋了。 李鴻章說, 哈哈哈哈, 如果這時你們跳起來大罵我李鴻章武口齒, 視死如歸那樣的話, 或者我出於敬仲義士的心懷, 會放過你們。 知道你們這樣露顏彼漆, 叫我哪裏做得出啊? 拉下去, 全部就地蒸發。 唉, 那幾個傢伙拱聲起鬧李鴻章是小人騙子, 只鬧極都沒得慢。 喏, 一八六三年的冬天又是冷到離譜了, 一場雪接著一場雪不停地下, 江南那些道路來臨不堪, 李壽成的心情也像烏魂密布的壞天氣那樣窒息壓抑。 他終於在百般搏殺之後, 失去了太平天國在蘇南的最後一塊疆土常州, 於是引兵去飄揚, 見自己的弟弟李世賢。 李世賢叫人避好了酒菜, 小聲對李壽成說, 我想和大哥單獨聊幾句, 講這些說話的時候, 裸眼就射一下站在旁邊的石翼陽, 李壽成剛剛想說, 有什麼事不用瞞著他。 不過石翼陽就好識做馬上說, 我沒那麼空聽你們兩兄弟密針, 另轉身拉馬就走開了。 李壽成都埋怨弟弟, 還有什麼好瞞他, 我什麼他都知道了。 李世賢說, 我想和大哥你通通快快喝幾杯聊聊天而已, 女人在旁邊沒有人, 他們似乎對喝酒違反制度不學以前那麼在意, 好像這些規矩已經沒有約束力了。 李壽成就說, 還記不記得, 四年前, 又是這麼一個風雪天, 你從東霸過去婆婆探望我, 那時候你還為我未封王馬發牢騷, 好, 現在我是王, 你也是王, 知道我們這些王對天國之危有什麼建樹呢? 唉, 李世賢嘆了一口氣, 帶了李壽成入屋, 兩個人在一盆炭火旁邊背火, 開始對飲, 喝了第一杯之後, 李世賢就問, 哥, 你看目前軍情如何? 從事講的, 太平軍的東南西三面要塞進塞, 現在剩下中山上的天保城, 地保城還在太平軍之首, 形勢極為嚴峻, 是呀, 哥, 城北的神叉門, 太平門都被曾國泉團團圍住, 天經真的成了沽城, 從來未曾試過這麼危急的我看, 是呀, 長江水道, 全都被商軍控制著, 上幾日, 傅善祥告訴我, 天經已經沒有什麼存糧了, 天王很心急, 哥, 你不是想回去援救天經嗎? 當然啦, 天王馬下召叫我回去的了, 哥, 你回去有用嗎? 不如我們, 唉, 大下張傾, 獨木難知, 但我一定要做這條獨木, 就算壓碎壓斷都要去, 我很明白天王的心思, 但講講講講, 李秀成慢慢搭出弟弟的說話裡頭, 好像另有他徒的意思, 於是李秀成就想, 無論到了什麼地步, 自己都不會跳開天王那艘爛船自己走路, 自己是萬古忠義的忠王, 越是危難之時, 越是需要有一員戚冊風雲的大將, 留在天王身邊, 天王才可以高枕無憂的, 好了, 了解了大哥這種心思之後, 李秀然就開始單單打打了, 呵呵, 哥, 你真是忠心可家, 怪不得天王上了一塊萬古忠義的金匾給你, 李秀成就說, 你的封號是士王, 永遠侍奉天王左右, 不要離開他, 哥, 我真是不明白, 你總是明知不可為而為, 我看這次天經狗情狗是保不住的, 我們兩兄弟不怕攤開來講, 天國氣素二盡, 我們兩個都是手握重兵的人, 如果換個方向, 在福建浙江發展, 或者會打出一片新天地的, 你說, 原來你想在這個時候拋棄天朝, 拋棄天王? 我, 做人要明知些, 不要撲下那隻快沉的船上, 喏, 李秀成是否讓他弟弟說服到呢? 要知後事如何, 請聽下回分解。